大家好 很久沒搞這麼大項了 做辦公室水柱副綱藝用 外箱上也是什麼資訊都有我喜歡 一打開就看到電鍋營LOGO新封 打開來裡面只有一張收藏整書 滿有質感的紙卡底部 有水柱衣服的代表圖案跟手寫編號 很吃力的把彩盒拿出來 就蠻帥的背景流水字體也蠻帥的 給它轉一圈 這水柱本人有點在黑板上用粉筆畫的感覺 把它放倒可以看見上蓋的燙鏡LOGO 打開裡面使用黑色泡麵緩衝 魔鬼章綁帶有特製LOGO 這次作品就一箱一層東西不算多 水龍蛋就三個分件 一個身體兩個頭 一個頭雕座 一把刀一把刀鞘 然後是槍兔小細節跟一個高台底座 左心來看底部就很黑白 下層都是影子其實不太好看 打個光就是個柱子不太明白 但我確定石頭跟木頭都做得很擬真 紋路上色都很好看 斷面也很細緻 上面就是個藍色的射箭的劍把 加上兩塊槍沒什麼功能 就是為了跟那個翹起來的水柱一起支撐水龍 水龍的上半身跟下半身差不多 就是很還原畫風 這樣的視覺效果也呈現得蠻好的 水龍頭本身就有很明顯的情況 眼牙齒很簡也是很帥 真不愧是水質呼吸 雙頭雕表情都跟止水一樣平靜 只是一個有大手腕的皺音 頭髮都蠻細緻的尾端加了一點灰白色 眼睛的籃子是讓我無法抗拒 柳海也有一些地方特別的黑 但畫面可能看不出來 很有意思的小細節也是他唯一的自由 頭雕座覺得超級的好看 除了制服很平整之外 水龍用了一些粉光的感覺 底座就是專屬刀二的造型 刀鞘全黑超級無聊 中間有往內做一點深度 這點拍手比較少工作室做到 就是有一點深度在塗黑就有空間感 真實感 但是刀跟刀鞘都蠻算塑膠 惡鬼滅殺也是很平淡 就是現在玩GK已經很少 不是金屬刀了 刀二就是剛剛頭雕座的底部形狀 頭雕這樣其實還蠻細緻好看的 衣服的白洞感還有顏色跟紋路 都是很好看的地方 加上正確的皺褶就是很好看 但沒想到只細一看還有粉色的指甲油 然後還有一些細節像是鏈劍瘦的 少有心的話把剪做出來啊 比起碳智朗每次放沙都要一堆旁白 身為做的意用就是乘坐賣者有經驗的步伐 像流水一樣簡單一邊就可以放大招沙底 其他細節就是非常的作伴 內行的都知道 那先組裝這個擺在背面根本看不到的小東西 請水柱發展 丟頭 拿刀 抓橋 放下水柱的下半身跟上半身 安裝水柱頭 組裝完成 可以把水之呼吸十字形深深流轉 放的這麼冷靜這麼果斷就真的讓我濕了一片 整個水柱的律動也是非常的旋轉 水柱也是很旋轉 所以我手機才跟著轉 然後看這個青光眼水柱頭 從樓上撞到樓下 就真的很想要打個鍋弄個龍珠帶它跑 水柱的身體很巧妙的用另一個水柱來支撐設計的 我很喜歡 腳下的水柱紋就很像漣漪 就是腳步很輕盈的點水的感覺 整個局 到即將揮刀放下來的感覺都有 那今天就分享到這邊 謝謝觀看 記得點讚 掰掰